这部分总共会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什么 输出公式 输出公式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跟那个输出的底下这个按钮 最大不一样是什么 输出里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公式 那另外呢 如果是输出结果的话 是这边按下去 里面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那差异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有点比较接近 Excel里面的函数应用 这个是比较接近VBA的应用 当然哪一种好 其实我跟各位讲 反正你做得出来都好 你做不出来什么都不好 对不对 那哪一种简单 你可以试情况 你有哪一种见招拆招 武林高手还跟你讲说 我下一招要死什么招 不会吧 它根本也无招了 对不对 那一样 这些东西浑然天成 你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你也不用去刻意思考 就会融入到你工作里面 未来这些东西 把它清除的话很简单 就把它全部清空 那里面该怎么做 其实跟我们前面讲过 基本上都讲过 所以For I等于第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写法的话 当然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一一一样Visual Basic 进来之后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下方这边一样 模组里面 一定插入一个程序 那也许这个程序名称的话 我叫做月考底线公式好了 因为我要这个地方是 把刚刚的公式 帮我直接输出到VBA里面 那当然回圈范围是For I等于第13列 到向下追踪到的那个列 告诉我一下 OK 向下追踪的列 那前面讲过 那这个叙述还蛮重要 因为未来 只要你要向下追踪 这一行都适用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我们的 那个所谓的什么呢 I欄好了 在I欄里面 那当然我这边的话 记得后面东西 会输出到前面 那这个概念 如果有的话 你就输出到前面 那里面要放什么呢 就是放一个 我们的公式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呢 基本上 你先打两个双迷号 把那个什么呢 把刚刚的公式 就是这个上面的公式 把它复制之后 取消 再切到我们刚刚 那个VBA里面的双迷号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我前面讲过 一贴上 那其实跟上个另外讲的一样 第二个的话 把如果看到跟I一样的值 其实基本上就改13 13有没有 把这个值呢 改为I就可以了 那将来要 那至于要改哪些 我前面好像讲过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前面 这个 这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公式 如果你点下一个 它如果会变动的话 那其实就是 去修改会变动的 那基本上有两个 13变14 有没有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话 你就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I 那改I 特别注意 这以后 这个 会需要做这个动作的机会还蛮多的 所以我建议你要熟练 我前面讲过 要不然你忘记没关系 背口诀也可以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end移到中间加一个I 然后呢 在前后怎么样 end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搞定了 这个部分一定要熟练哦 因为未来太多地方都会用到 然后呢 把做完的前后双引号这部分把它复制 因为后面还有个13 所以你把前后这个双引号的东西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我们后面的13就可以了 把它盖过去 因为它做法一模一样嘛 所以把它直接贴上 那它就会怎么样 在这个中间插入一个变数 那13 14 15 16嘛 那会自动变动 那这个原理原则前面讲过了 I其实是这样就一个变数 变数跟字串之间要能够串联 一定要end符号串接 所以这个逻辑我想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按下这个按钮 再增加一个按钮把它按下去 OK 那就会自动看到这样的结果出现了 但是呢 我们后前面好像有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小数点 这边有小数点 那当然呢 你如果做完的话 一般是什么 把这个范围再做什么呢 去除小数点 这边有个去除小数点 不过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一次性完成 你们要分两个阶段做 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哪里呢 在这个后面 加上一个叙数 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希望把这里面的 那个格式 其实这个是格式 格式改成没有小数点的话 那前面是怎么做呢 前面是按滑鼠右 其实就是这边有一个 那个去除小数点 实际上在格式里面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你会发现哦 格式里面哦 制定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就是格式就是一个0 如果说你今天要把这个格式里面这个0 跟VBA连结的话 那你记得就是可以把这个0 放在一个属性叫Lamber Formate Local里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当我输出资料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0去掉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那个这个后面 补一个格式化没有小数点 假设我这边要做格式化没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特别重要先打一个Sales Sales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先加这个刮壶 再加Lamber Formate Local 不过特别重要加了刮壶之后 你按点 它不会有清单出来 所以理论上我会讲先点 先打Sales点 再打Lamber Formate Local 其实点下去之后 其实Lamber Formate Local 其实还蛮长一串的 那有时候你要打这个字还蛮麻烦 我习惯用了点下去 它会有跳出这个清单 那我就怎么样 用选的就可以了 打个N就可以了 Lamber Formate Local 然后你只需要什么 把这个Lamber Formate Local 这个实际上等同于我们刚刚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格式里面有个公式那个地方 那我丢一个什么东西给它 双引号两个 那其实里面就丢一个字串 就0就可以了 刚刚讲过 0代表的就是整数 OK 那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我刚刚 是先点 前面忘了 没有先加那个什么呢 刮壶 所以记得要把这个刮壶补上 这个刮壶 后面再补上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后面再补上了 因为如果你现在有刮壶 你把它点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个清单不会出现 所以 但是这里可能要特别 因为之前同学 都很容易忘了把刮壶再加上去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 刚刚那个刮壶没有补上去 然后呢 就直接就直接开始 做后面的后面的事情了 那就会变怎么样 这个所谓的Sales指的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那特别提前讲 所有的储存格都变成没有整数了 OK 特别注意 那加累的刮壶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一个储存格而已 所以两者不一样 Sales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的所有储存格 那有刮壶是那个储存格而已 那个储存格帮我变成没有小数点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他会直接就是输出那个有小数点的 要把它清掉清除 然后我们再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习惯是按F8 也许你按F8 F8的话就组行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先输出 目前输出的结果有小数点 可是经过了这一行之后会怎么样呢 特别说这一行还蛮好用的 直接按一下F8 下一行有没有发现他现在的小数点就不见了 所以这一行其实你们也可以稍微记一下 以后不只是在这里 以后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在任何地方你要针对储存格去做 那个按右键 除了格式一样动作的话 其实只要记得蓝本F1Local就可以了 这还蛮好用的 任何的格式都可以 你只要怎么按右 那个制定里面把那个公式贴到这边来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其他就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就完全没有小数点了 OK 好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输出的时候 假如说我要怎么直接输出结果 那直接输出结果的话呢 基本上前面也有提过了 不过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去把刚刚的这个VBA直接输出 那大家一定第一个跑一个回圈 For I等于第13列到最下面一列 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诚实应该写什么东西 放在Sales I列的I欄呢 那基本上 因为我们刚刚丢的话是丢什么 三波打 可是VBA里面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三波打这个函数 VBA里面 没有这个三波打函数 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函数的话 那你只能寻刚刚的第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用什么呢 公式串接 有没有 D13乘上D11 加上E13乘上E11 这个公式 只是说呢 我要把这个公式呢 把它转成VBA OK 转成VBA 那特别注意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你的位置 假如是有锁定的话 是固定的 有钱的符号的话 那我都会尽量用那个Range物件 为什么 因为Range物件比较好 去指向哪一个储存格 用Range就可以 但如果说你没有锁 它的那个列 或蓝会变动的话 那我会用Sales物件 Sales储存格 所以我程式的撰写会怎么写 基本上就是一样 有些程式我一样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上面公式 拿来复制贴下来改 有时候会反而比较快一些些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地方写出来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把它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月考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跑个回圈 For I等于最下面列 那公式里面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比对什么 比对刚刚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其实呢 我们只是怎么样 我的习惯是什么 反正我就看上面的公式 来直接做转换就可以了 转换怎么转 如果没有锁用Sales 所以我这边的话用Sales 刮壶哪一列呢 它告诉我呢 13列 那13列的话基本上会变动 所以我把它改成I I列的哪一栏呢 D栏 所以我这边 哎有没有发现 D13就改成这样子 然后乘上什么呢 乘上 有所前面有钱的符号 所以我用Range来表示 Range 钱刮壶 然后呢 怎么 D11 这样来表示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边画面 我把它再往下一点点 这个 太上面了 OK 好 应该可以看懂了 反正以后的写法 如果你要翻译的话 哎 就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 改成这一个 但是如果有钱的符号呢 你就把它改成这样子 因为蛮多同学都常常问说 老师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用Range 有的时候你要用Sales 那很多地方不是一样吗 那你干脆就用一个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我的习惯啊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你有钱固定的地方 你就用Range 因为它不会变 只要是那个位置不会变的话 那我用Range 那WinRange的好处就是说 它那个比较好理解 D11嘛 只是前面加一个Range而已啊 那如果你会变 因为你这个13下面会14 15 16 16 一直往下 那我用Sales 只是说把那个位置 改成I而已啦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啦 那这个是我习惯的逻辑方法 那大概就是主要是使用这两个物件呢 去帮我产生那个自动控制的这个逻辑 好那后面的话一样 这边把它怎么样 后面再加加上 所以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你可以用复制贴来改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Ctrl鍵按住 这边把它改成1 这边改成1 然后再表一下后面的再一个加号加上F 所以这边的话复制Ctrl鍵按住 或者CtrlC CtrlV也可以啦 因为我习惯用什么用Ctrl鍵还蛮好用 写程式有时候Ctrl鍵按住一拖一拖一拖 你会发现了 程式就很自然的很多东西就产生了 所以很多东西你会发现 这一拖还蛮管用的 用Ctrl鍵按住加拖拉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串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那输出完之后看到的结果 看一下这边直接输出 基本上呢 看到的结果也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是这里面 放的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一个公式 差别在这里 就是你在VBA里面计算完 再丢到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那可能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后面的公式太过冗长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它折行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运算符号的 我习惯在后面的空白 后面空白呢 再加一个底线 你不要直接Enter Enter会产生错误 你要怎么呢 就是在运算符号加跟乘的后面的一个空白处 加上一个底线 再Enter 你会发现呢 它就不会出现错误 关键就在哪里呢 在这个底线 underline 放的位置 就是运算符号后面空白的 这个后面空白的后面 再加一个底线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上面跟下面一行的接在一起 然后这边的话呢 请你加一个Tape键 把它Tape一下 这样会比较清楚 我的习惯写法是这样 就是它跟它是同一行 可是呢 我下一行呢 我习惯前面加一个Tape 那这样的话呢 程式看起来也比较清爽 一目了然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还蛮强调那个VBA的写作的习惯 记得就是 一定要该缩牌的地方 一定要缩牌 该加注解的地方 也要加注解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 清楚的话 我想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 分别把这三个按钮 分别把它做出来 1.输出公式 2.输出结果 3.再把它清除 两者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输出公式 输出结果 那其实使用时机是这样 因为如果Excel本身就有那个函数 但是VBA里面没有 那怎么办 它很好用啊 那不然我就直接输出公式到储存格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写法有时候反而变成说 这样的好处是左右逢源 VBA有我用VBA VBA没有那我用Excel 所以两者的资源我都可以享用 我就不用特别去想说 这地方该怎么写 这两个方法的话 各自有各自优缺点 不过习惯上 还是会以VBA为主 然后输出公式为辅 因为主要原因 因为你如果输出公式的话 相对起来 它变成说 你如果输出月考的结果 它里面资料很少 但是如果你输出公式 你会发现这里面一堆公式 那相对起来 存在Excel里面的档案 当然还是公式会比较长 为什么 它占的公式数就比结果来得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将来的资料量非常大的时候 那如果你用动态输出公式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会越来越慢 然后档案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档案小的话 没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档案大的话 那自然而然 你会发现 哇 怎么好像跑得比较慢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你就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那你可能就是 你要用第二个方法 直接用VBA做好再输出 它占用的那个空间 还有占用的资源 相对的会比较少一些些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